帝王计划第四集 最抽象的一集 看得我都身里不适了 差点气聚 我真的是 我猜 人类弱 怪兽弱 剧情弱 整一集都在抽象和弱智之间来回接换 而且还没有我比较喜欢的 1950年代的组配线 讲的是2015年的主线 以及一年前2014年 剑太郎和梅之间 单薄又离奇的感情线 怪兽篇你整这些真的没有必要 这些我建议直接看解说就够了 看剧真的会凶闷 2014年的感情线 时间是2014年6月19日 海报上有展出的日期 剑太郎原来是个搞艺术 他对艺术的总结是 艺术来自于难以其指的感情 这似乎就很日本 他即将办一个艺术展 名为平行与内在的世界 这集的标题就是平行与内在 艺术形式是在人脸雕塑的基础上 投射会不断变换的脸 关于这个艺术展 有一段小字注释 这里帮你帮翻译一下 都说人的表情能反映内心 真的如此吗 面具背后的情感 可能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 人类的心灵难道不是 既通过视觉 又通过对个体的深入了解 来理解的吗 不仅有喜悦 悲伤 愤怒 惊讶 恐惧 厌恶 还有钦佩 崇拜 娱乐 不耐烦 敬畏 尴尬 无聊 冷漠 尴尬 饥渴 痛苦 同情 专注 嫉妒 兴奋 怨恨 乐趣 浪漫 喜欢 信誉 同情心 满足感 这次我想让你凝视那些我用数字艺术创作的各种面部表情的另一面 你也许可以见到真实的感觉 听完你觉得抽象不抽象 仔细看这张海报 上面有剑太郎的生平 1990年出生于东京 2012年毕业于五藏野美术大学 据说是全球十大美术高校之一 2013年剑太郎在东京参加了三个集体艺术展 分别叫东京新声音光的透视折射 2013年他获得了MOTIF创新设计奖 2014年获得了横冰艺术星星奖 看来还是青年才俊了 这一次的展出是剑太郎的第一次个人展出 也继宣告他将正式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 剑太郎的母亲说父亲会过来看他的展 那说明哥斯拉走访金门大桥 至少发生在2014年6月19日之后 又从后面的剧情得知 剑太郎的父亲并没有能够出席 应该是跟2014年哥斯拉事件有关 所以6月19日这个时间点 离哥斯拉出现的G-Day并不会太远 随后剑太郎拍照时不小心拍到了梅 两人因此而认识 梅似乎对被人拍照很敏感 要求剑太郎删掉照片 这和他之前躲躲闪闪的神秘身份相呼应 两人聊着聊着就聊进了酒吧 但实际上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剑太郎的展出就将开始了 这他们心得有多大 几杯黄汤下肚 剑太郎就把梅带回了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两人接吻 然后两人上床 然后穿上衣服回展馆 所以有一整套流程 两个小时左右完成 这年轻人 我操 关于梅的绅士 我们只知道 她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港口城市 塔克玛 她还有一个姐妹名叫莱拉 不过在已知的演员表里 半只猫并没有能够找到这个莱拉 但找到了梅的一个弟弟 名叫Olive 将在第七集出现 下面说2015年的主线 在美国犹他州47号前哨站 一个帝王组织的女探员 发现有脉冲星级别的伽马指数 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数据 还是在雀路罗和雅卡台地 这两个是啥地方呢 它指的就是雌雄木托出现的地方 一个在日本废弃的核电站 一个在美国内华达核废料站 两个木托算是被活生生的给喂饱了 其实在1999年就观测到过类似的数值 就是在日本核电站坍塌的时候 只不过当时没有人在意 发现异常指数的地方在阿拉斯加地区 而老年李肖和主角团们就是去了阿拉斯加 女探员所在的47号前哨站 在之前的哥斯拉怪兽宇宙中 是没有出现过的 地处美国的犹他州 隔壁的内华达州 倒是存放过姆木托 而斯库拉则在亚利桑那州 也不在犹他州 看着架势是要出新怪兽的 就目前已经有前哨站的怪兽来看 尺寸都不会太小 另外在官方预告片中 哥总出现的地方 地貌特征和这个47号前哨站很像 而女探员巴恩斯在后面的聚集中 也会继续出现 所以哥斯拉大概率也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也就是有可能见到 两个真正异常的泰坦巨手的对决了 回到剧情 女探员把异常数据汇报给了 位于弗吉尼亚的帝王组织总部 帝王组织的人开了一个会 我反复看了三遍都不知道 这个会重点究竟是啥 似乎最终决定要让眼镜男Tim 来主导后面的行动了 接下来我们看最最抽象的主角团 在阿拉斯加的主线 剑台狼面对第三集出现的小泰坦双猪 不慌不忙不躲不藏 朝怪兽的身后放出一发信号弹 怪兽被热量吸引了注意 众人于是有机会逃出了他的事业范围 躲进了一个冰窟窿里 但后面我们看这个怪兽的移动速度 想逃跑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嘛 这怪兽就像是英雄联盟里面的挖掘机 在地下的速度要比在地上快 躲避期间由于冰层破裂 梅的脚不小心掉入了冰水之中 这在极寒环境下非常危险 如果真的冻伤了 有可能是会造成永久性伤害 是要截肢的 等到怪兽离开 老年李小提议去西北海岸线方向寻求救援 因为那里更可能有人居住 这个选择大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你看过荒野求生类的节目 就知道这是一个有用的求生策略 但是离海岸线有多远呢 这就不好说了 从已知的物料图来看 如果他们在伽玛数值异常的区域 那么他们离海岸线至少有个300公里的样子 任重而道远啊 此时剑带狼声称 他在飞机上见到过闪光点 那里好像有高尔夫球形的建筑 他认为会更近一些 这个距离我感觉50公里山路要有的吧 于是众人呢爬到了更高的海拔 结果并没有发现剑带狼所说的建筑物 但是在山上却看到了奇怪的光源 这光怎么看都不简单 李小却说这可能是有景的灯光 所以决定往光线的位置进发 剑带狼不同意啊 坚决要去发现闪光的地方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不过李小竟然就直接同意了 并支持他这么做 李小你这是在杀人啊 于是四个人缤分两路 有一路只有一个人 极寒环境冰雪天气缺乏补给 没有导航没有地图没有装备没有帐篷 甚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一个人就这么去了 这如果不是编剧笔下留人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吗 在暴风雪的夜里啊 剑带狼还有恃无恐的躺在雪地上睡觉 你说这抽象不抽象 不过还有更抽象的 他突然醒了过来 见到自己父亲的幻象 然后跟着想象中的铅笔屑 一路找到了那个所谓的高尔夫球形建筑 What 中间还穿插了一段剑带狼 炉内想象自己父亲在展馆削铅笔的画面 这一下子就打击了我要不要继续追根这部剧的信心了 另一边经验丰富的老兵却带着两个妹子 转了一大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李肖的解释是 进入奇怪的云层后就进入了泰坦的领地 而泰坦的领地往往会与众不同 可以参考骷髅岛 但是等一等 之前在山上看到光的时候 这距离看上去可不近啊 目测至少有30公里山路吧 他们是如何做到一天内往返的 真是难以置信 要么他们看到的就根本不是同一个光源 为了给煤取暖三人在帐篷升起了火 热量立刻引来了怪兽的注意 从地下钻过来整个吞下了帐篷 并吸走了火堆里的热量 于是李肖想出了一个对策 他准备用飞机上的备用燃料 生一堆火来吸引怪兽 然后三个人再跑去海岸线求救 他好像完全忘记自己刚刚跑了一圈绕回原处这件事了 还没等李肖升起火 怪兽就从地下窜了出来 煤打算用手提电脑挡住怪兽 电脑很快结了冰 里面重要的数据还能够使用不得而知 之前的原稿已经扔进了海里 就看煤有没有事先领作备份了 缓过神来的李肖总算升起火 转移了怪兽的注意救了煤一命 与此同时帝王组织的飞机出现了 刚刚还在地上无法动态的女人 见到飞机跑步冲了过去 三个人全都得救了 但抽象的是剑太郎竟然就在飞机上 原来剑太郎在高尔夫球里 找到了一个被人修好的电台 而这个高尔夫球大概率就是帝王组织的资产 父亲大致也曾经到过这里 铅笔血就是证明 帝王组织已经得知阿拉斯加地区 有异常的伽马数值 有了剑太郎的信号 就可以进一步定位异常区域的坐标 所以在大雪山里找到主角团成为了可能 而这个异常区域 就是主角团看到的那个光源 从一个大窟窿里源源不断的射出光线 与飞机的对比来看 这个窟窿可一点都不小 这里有一件事很奇怪 光源离双珠怪兽的位置不算太远 普通直升飞机每秒飞66米 李肖刚刚在盯着怪兽看 几秒后就见到了这个光源 说明距离也差得不会太远 既然身边就有那么大的能量源 为什么怪兽却没有被其吸引 反而去扑一团火呢 要么这个光没有温度或能量 要么就是太过强烈 靠近便会被融化 小泰坦根本吃不消 虽然这种光线之前的电影和剧集 并没有出现过 但我们知道 地星是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的 这在哥斯拉大战金刚中有所展现 而连通地星的地方 也常常伴随异象的存在 比如骷髅岛虽然在太平洋上 可岛上就有强烈的激光 因为有磁场异常 如果老年李肖也是由于磁场原因 在绕圈子 那就说得过去了 最后多了一个大圈子 众人还是进入了帝王组织的怀抱 抽象的第四集终于结束了